这一旦修完了留个根啊 就是再去清这个根就非常麻烦 我看这个视频有点空材这么大一块 看就说 视频是不是啊 对所以说这个脚啊 有有点小问题的人啊 他喜欢看的东西 当然有的人又不爱看 对 嗯 对有的人不爱看他举报 你这个举报的多了以后 这个账号就不让发 那种就是从肉以后扎出来的那样 他不疼我们修的时候都那样 疼 这个抖音管的就是盐 你想发在别的平台上都没有事 这个抖音不行 他有的人他怕疼都不敢修 一直拖拖拖拖 就今儿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 又拖 又拖 刀子又拖不住了以后 你这个脚的指甲温柔 你还得挺紧啊 他这个形状是个变形的哈 修的话 修好的一几率不大 想好的话只有做矫正 就是改变指甲的伸长方向 嗯 那个好用 就是原理是比较简单的原理 就跟牙齿矫正是一样的 你看你现在这个指甲的根部哈 他跟肉啊 他黏得很紧 黏得很紧的话就是怎么了 平时这个指甲 这是个歪的 他长的时候老是往肉往长 啊 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修的时候 你看 不得敢多切 切多了 嗯 切了肉就出血了 切少了他又下不来 所以是像这样的最难修 嗯 嗯 就哪一块 就高兴 哪 高兴 哦 你的高兴区啊 确实是有点远哈 嗯 要不然就在做矫正 其实矫正的话哈 还明显 因为牙齿都能矫正过来 何况是个指甲 就是 减效比较快 一次只能看到效果呢 一个 你是矫正啊 他不疼啊 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什么都不耽误 啥都没不影响 你是应该是没做过 做好那种想象 他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感觉不说吧 你就是说你一个月之后 你这个指甲明显 比之前变宽了 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改变他的生长方向了 他在长出来以后 他这个指甲跟肉见不着面 就这样矫正的话 这个治愈率可以说 就是百分之百 除了那的 就是受伤哈 砸坏的那的 治不好 只要是能矫正 只要是能做的 都能做好 做不了的没办法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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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感谢观看